大家好,歡迎回到這節的即市攻略 這個環節繼續和Stanley在 市場11年升斷籃 升了10天,昨天回了一點 今天繼續在這些位置拉腳 真的沒有太特別大的上升動力 阿力很少可,我第一次看上去 難道你是Calvin嗎 阿力來的 一旦打8.8.3,我會選你了 相當飛不緊要 一定有機會 8.8.3厲害,都可以 都是這些位置,20個多 沒有太特別 我今早上上班時有個街坊 很久以前,我乘搭電梯時 有問,有甚麼好事 我說8.8.3,不用想 不知道是一年多之前的時間 突然今天搭電梯時,我之前已經累了 我說你算累了 十八個多累了 現在不會再高出去了 我說對,不會再高出去了 他說,扭了十九元,下次再想 28.8.3,脫掉了,五毫子 所以上次都說 油股,這個回合,大家拿著 不用理會,有相關的東西 1.3.8.8也會打上來 所以拿著這些,沒有壞 油股,昨晚好像又上了一些 所以沒有,OK,阿力 祝你贏多一點 其實,不可以看看 九三四九,是甚麼 是大摩,Eric也有說 中石化歡德 室石化歡德 寫了甚麼 減簽回補活動 都是的 不知道,但那時,應該是急跌後 應該是重新上升 沒有多麼東西 是知下影線很強,沒那麼東西 但不知道甚麼事 Eric說了一件事 就是類似補貨 我想補貨的意思是 你之前可能會補得厲害 現在可能見到市場 打回一些上市的時間 可能現在就多了一點 但是沒什麼 純粹這件事的話 就沒什麼特別 我印象是類似運輸相關的事情 但是不太確定 因為很久沒有研究這件事 他之前有一段時間也挺好解僱 就是倉儲那些 就是倉儲、碼頭那些 就是油那些那些 也是穩定 不過炒作就真的不特別多 我想問NVILIA昨晚做什麼事 有個比較出名的遊戲經理減辭 但是他說也看過行業 只不過他覺得這一類的股份 可能那個叫 他用科網連絡的例子 就是說很多股份 可能你見到前景是OK的 但是在那段時間 即是要二次那段時間 他的股票都急跌下去 我覺得AI是有前景的 只不過他覺得都是增加太多 減時 所以NVILIA早一段時間 其實跌下去 但是後來又重新上來 每次又增加多一點 但是又沒什麼 你只是跌1.幾% 你前一兩天的時間 都保持升3% 而又多 所以又不太特別 都不太特別理會 這樣 是呀 我病了三個星期 都還有一些水味 很誇張 是呀 昨天沒有 Tony 昨天到A-Stock 我都說 都沒有什麼壞點 都沒有壞點 Ricky 是誰說的 我想問 誰說這件事 本自外 中國以外市場 是誰說這件事 七成二收入 是來自 中國以外市場 Ricky 我反而有好奇 誰說這件事 我想不知是誰 因為這件事 以我所認知 人裏面沒有人 沒有誰會認識的 為什麼會有人突然 可以說一些 要認識說一些這樣的事 我有點好奇 誰可以 誰這麼聰明 我反而有些興趣想知道 但是有一點有趣的 就是說 其實大家 都是那句 這間公司 多少%的業務 在這裏 都不是一個重點 是個定存 對 是個定存 我認識黃敏石 Michael 他還不錯 問題是他是不是 立即看那個 是一個 不過不是 如果我聽說 他講到重點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 我想他看業務的來源 為什麼他好像說 七成多是中國以外市場 其實我可以這樣 我可以打開業務給大家看看 不如先拉勁一點 因為這個是去年的數目 其實你看到他的數目 那個叫收入 收入最大 其實是船舶設備及備件的一塊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賣零部件 很多的是17億多 但是 你回到下面的分佈利益 其實很少 這塊的收入就很厲害 但是分佈的稅後入利 其實不多 他最主要都是這一塊 漆料這一塊 我剛才說油漆的飯是這一塊 只是這一塊 所以變成 其實 你說這一塊 如果你用那個收入去 叫公司的狀況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什麼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對於他的公司來說 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都是他錢多 所以變成 這塊東西 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他的收入這麼厲害 因為來自這一塊 但這塊東西其實是不要賺錢的 不要賺錢的 是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他有點驚訝 竟然有人會說這塊東西 是這樣的 好 Apple沒什麼 M4的chips 是厲害的 是叫做快一點 還有好像他有些散熱的東西 不過 昨天 你見Apple的股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沒有特別的 是 是他跳了 因為 因為M4應該是M3P 即是台積電3納米的芯片 技術上有些 有些是跟之前 好像那些 Apple iPhone 那些chips M3有些不同 這個是M3P的進化版 但是就 好像有載著 不要怎麼說 可能那個價格好像相宜一些 我認為是 嗯 嗯 等一下 是什麼來的 Guidance ALAB Q1頁而已 Q2的guidance 超預期 但盤後跌 昨天是你那隻P LTR 一成半 是呀 跌多一點可以買 是嗎 可以買 其實業績期這段時間 反而有些大跌 跌下去的話 等它跌定了就真的不怕買 其實PLTR也是 我覺得是 因為業績其實 你說是不是差的東西 我真的不覺得錯 你說他預測過預期 預測過預期 看你怎麼看 哈哈哈哈 你覺得預期 要差的預期 但不等於要差 他也是OK的 其實他的預期 他的預期 都是比他之前的時間 是上調了的 只不過你的市場 對於他的看法 是要再樂觀一點 但我又覺得沒什麼 所以我真的不出題 尤其股份是很有趣的 你看他究竟那個狀況 究竟是怎麼回事的話 想一通有什麼東西 PLTR去到什麼位置可以買 當然 等它跌多了一兩天 通常這些 20元以下到不到達呢 到達就可能買 開始不開始買一下 沒什麼 其實這些 分註買沒什麼 嗯 這些死伤化 嗯 我知道他出業績 21號我知道 昨天他出了通告 我知道這兩件事 嗯 嗯 楊太 你真的買這麼高風險 這麼高風險的股份 真的厲害 什麼人 我自問 Reddit 是嗎 沒錯 我自問 這一類股份 就真的沒有一杯茶 嗯 但楊太 你竟然要負這些 真厲害 小米又上回19元 什麼事 小米 那些牌都升得多 因為他全部都回得不多 是啊 整股 是啊 回得很多 哇 我真的升那麼多 神經病 誰啊 小米 哦 對啊 升5% 好像是一些 我看到有些行業的業績好 炒了什麼 炒了車 車是錢的 那些手機那邊 嗯 但是 Google出新手機 超級好 Google出手機 是嗎 Google Alphabet 是嗎 是啊 今天看 Google 400元美金 他有出手機 他一向有出手機 香港那邊不是 AI 有AI那些功能 挖新那個 楊太 這些股份是什麼 PIROTL 他的股價一定是 每次都是業績前後 都坐到DN 嗯 其實我有想過 之前有一個部份是業績的 但是他因為股價 業績前升太多 我才不想 我覺得 整件事情有點貴 現在通常業績前升那麼多 一定不關我好意 嗯 尤其是美股那邊 甚至是太誇張了 那一陣子升8% 都覺得不可能會這樣升 嗯 Kelvin你遲了 知道了 出生產品 我覺得我昨天也不斷看過 不過我也沒什麼興趣 哈哈 iPad Pro 就 大了 是大了 M4 嗯 iPad Air 就好像 iPad Pro 可以再薄一點 輕一點 都好像輕的 嗯 但是你說iPad Air 好像沒有什麼 大一點 13吋 嗯 是呀 筆又沒有什麼特別 你問我 又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 昨天它的股價不動 好像沒有反應 都很正常 很正常 是呀 所以我才不買 盤後升 那股價不大跌 哦 它是盤前升 那時三小時升 大概是8.8 我只看著它 我想到什麼 明明第一次升 我還在想 是不是出了業績 沒有理由 明明是說盤後才出 我看一看的時間 叫它越升越多 然後不想就算了 嗯 真的 白威這條數不行 撐出30% 是啊 176 其實今早就一起來看 都真的覺得 這條數這樣 所以你也難怪 為什麼它的股價會這麼差 你的股價其實都沒有過 但是你看到業績的話 完全地 是可以 完全不明白它的狀況 給大家看 你看看口勁 它說業績很簡單 你看這些數字就知道 其實收入會跌的 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你看到這類股份 收入跌其實已經不能接受 真的 這個跌已經是 很簡單的情況就是 你收入跌 意味著 要是你賣的酒便宜了 但問題是它的定位比較高 應該不是那些酒賣便宜了 如果你的酒賣便宜了的時間 即是說你銷量差錯了 你隔壁起得到 都是跌5%的 是啊 你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這個日理方面 是倒退了300萬 那你應該是跌1%左右 那個利用方面 是啊 如果出業業績有沒有增長的時間 你的股價也不會特別好 所以沒有了 所以算了 283 陽太有貨吧 是啊 好啊 不是啊 阿滴有貨 陽太好像沒有買到 嗯 但是OK啊 有些借贈 680萬業績之前走了 穩陣一點 它先升了不多 先下袋 不是啊 阿滴啊 你看一下 我看看這幾天的時間 我再爆上去 最近其實國家 又不升不升上去的 而且現在回去上一次 有一次一個粗 一個粗 現在現價不是差太遠 不過我又會再拿著它 因為這隻東西其實有一點點就是說 第一 駁去派適 看看它多不多 第二 其實看它之後有沒有什麼後著 我覺得是這一點 如果它派適派得多的話 反而真的 到時走火都不遲 那它不派會怎樣呢 那不派又沒有什麼 你的股價會浸下去 但是就不等於它 因為現在它這隻東西的價值 已經不關它的業績事了 是純粹看有沒有人吃它 就是看這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回到這次的狀況的話 派高息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它不派的話 我反而覺得有機會私有化 所以看看 沒有 兩條路都OK 那看看它怎樣走法 嗯 以百八三人看都有 正啊 好啊 你也OK啊 NVIDIA 隊 什麼啊 你說啊 Kevin 你說NVIDIA 隊一成 不明白啊 現在也沒有一成 它就只有1.5% 你不要嚇我 本來你跌那麼多嗎 你不要嚇我 不知道 看看 本來我們在跌這個 是一啊 Kevin 是一的三毛四 真的 我最多跌過一成 NVIDIA 昨晚啊 我今早早都是看 昨晚我跌過一成嗎 我今早早都是看 我看看 昨晚住下 不是 不是啊 他那個890元而已 894元 是不是高位啊 看看 昨晚 我先看看 不是啊 都是20元而已 一成八十 對 昨晚最多是890元而已 那可能信報錯了 對 因為信報是這樣寫 錯了 所以我剛才才問你NVIDIA 最多猜急錯一成 收節節復縮質至1.7% 我今早才問你 他的題目都是這樣寫 沒有啊 真的嗎 沒有啦 只要是八九十元而已 為什麼一成啊 他是否看錯 他正未看錯另一隻 不知啊 DISCLE一成 不知啊 你看他題目都是這樣 DISCLE一成 DISCLE一成 是的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應該是退行迪士尼 10%是迪士尼 應該是迪士尼 搞錯了 所以這些沒有 有時候在報紙甚麼都好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我一看這條片 會覺得是嗎 那是否真的輸到七字頭差不多 我馬上想 所以這些沒有 算了 不是的 沒關係 凱文 迪士尼它差點甚麼呢 迪士尼的人數是不行的 而且迪士尼的賣點是迪士尼的 上下人數是否可以 這次的比例是差的 它成本很高嗎 是高的 迪士尼的成本很高嗎 即是要買那些版權的人 是高的 但是訂位人數不行的時間 這些便會猜到甚麼 因為你講真話 迪士尼進去玩 我想那裡又不會有差很遠的數目 但是你的增長在哪裏呢 一定是迪士尼 Plus 嗯 是的 跟朋友的帳戶 我也是的 正常都不行的 所以它業績差 沒有甚麼東西看 那個業績是出來的刷藥 它會跌成 是的 它出沒甚麼東西看的迪士尼 Plus 最新的那一套是亞便那一套 珍田安斯那一套 一套是日本那一套 那一套是厲害的 那一套是厲害的 是嗎 那一套是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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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套是超級好看的 但是它那些電影呢 卡通片 下完之後轉過頭就在迪士尼 Plus上 很差 比Netflix搶生意 我覺得跟Netflix不能相比 Netflix的東西有質素很多 而且Netflix是多元化的 沒錯 其實我也比較過Netflix Apple的Apple TV 我沒有看過Apple TV Apple TV我看過一兩集 一兩套東西 它有一些是真的 它開頭的時間 它有一些片是真的 那些什麼的 那些Documentary是真的厲害的 那套說恐龍那套東西 真的是真是真是厲害的 你說Netflix拍的那些 恐龍那些是完全不想看的 是嗎 它也不想看 Apple TV那套是OK的 但是只有那套 但是沒有 不是啊 不是啊 那套是真田那套 是這個 啊 是不是迪士尼 Plus 迪士尼 Plus 好像迪士尼 Plus 是那套 那套 納紙會不會雙頂 納紙希望不要 阿聰 它那個小小就現在 有少少似是 因為它現在去到前高位 就是前高位附近的位置 但是 其實也有些硬正的 我覺得我不妨再看 先看一看 因為我覺得它會像破頂 但是先看一看 Apple TV都比Disney Plus 真的不知道 Apple TV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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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Ambedia 七字頭 沒有啊 有看過 真的 對 對 它是很晚 很憤怒 還有說之前 去到股下都沒有什麼 所以我 所以說 跌一成 我都沒有Fact Check 我以為它這樣寫 對 也想信得它過 但我明顯是 真的被它陰了 被它陰了 哈哈 是啊 所以沒有啊 但是 Kevin說 你說什麼 收費電視那些 不用 不用比較 收費電視 所以要跟香港的 香港也可以 是否才沒有其他選擇 應該沒有其他 應該沒有其他 是 咬笑的 市場現在偶住了 在這些位置 其實等什麼呢 等一些月資 我覺得算好 算好 昨天會有不是很多 不是 今天收服失地 不過來說 現在只不過是中段 不過又是小成交 是的 再看看有什麼 400多億 很多人推銷Google TV Box 是嗎?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但有甚麼看法師話 Honey 我本來沒有特別去研究這些東西 因為我Netflix都真的 我自問看得多 因為近來都多些不錯的電影 那些片段 Documentary是OK的 但都沒有時間去再播 因為有些都多長 再找時間再看看 永利其他澳門生意書這麼多 是嗎? 我今早就輕輕納 有沒有特別去納很多 很詳細 看看 立刻看一看 你講完之後 其他業務是甚麼 看看賭鼓 沒甚麼 沒甚麼 其他業務看一看 Lick你講其他東西是書 你講在哪裏 嘩 真是很慢 那些董鼓 都是呀 好像升了那麼多 我問其他這件 看看這件 他有沒有解釋是甚麼 這個 看看 這件 八十幾億 八十幾億 經營收 我問其他 這個 我不知道他試是甚麼業務 我先研究一下 看看裡面有沒有說到其他業務 應該有說 沒有 好像沒有說到甚麼 不過上這條數 都是多的 都是負四十幾億 當然是雙倍 但其他數 都是多了很多 都是多上去 等等 對 這些都多上去 這些都 這個數 大了可能跟回這些 是經營的虧損 不知道是甚麼 真的不知道 先看看 Kalvin說 TXM 目標價是9200台幣 即是多少美元 我想Kalvin也不會這樣算 不如直接看看台積電 現在台灣的股價是多少 都好過 八九水 現在跌至少少 對 剩一成多 一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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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TXM你有沒有再加 我之前加了 我之前加了 加了 對 現在池倉最多的股價是TXM NVIDIA也不夠多嗎 不夠多 NVIDIA我以為太差 所以現在只差兩人就算多數 TXM現在多少錢 140 141 141 對 選了 其實NVIDIA上升 它都有升上來 所以又可以 加了一個儲存 都可以賺錢 就不管它了 因為TXM本身是比較定 還有現在最新的路邊社消息 因為它的訂單太厲害了 它的Coors的封裝技術 應該是排到現在 好像排到5、26年 已經爆了 就是那個 已經完全被別人預議訂購了 預計AI這件事 會對它那個 就是對它那些 心眼的助力 可以延續到200年 所以我真的不理它 110公佈業資之前 炒定才不是好事嗎 也是的 很厲害 我才7% 真的厲害 很領域 沒有提到何生何太 我看了很多次 我覺得很好笑 何生 98 是嗎 但是 都不是 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 沒有好說 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沒有好說 一面倒 網上的輿論 那都發明是甚麼 很多美元 債狗子 狗子是債重的 很殘 人民幣強一點 它會好一點 是 所以你最近股價 它的股價有點像 打到底 但是 你說 職業股那一旦 現在那個 需求 未必有些很顯著的回升 這個真的 現在 我現在六六六八九 你叫它的圖 打了幾次底 這位 好像打底 可能3元 3元 3元 這位就打底 所以又不是 那麼特別理會 聰明說得對 現在的指數是打橫行 很窄 是的 今天是完全地 現在這樣 現在是 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現在是打橫行 完全是這個範圍 很窄的範圍 183到大概 160度 怎麼看 都是在中間 現在 在等它走哪一邊 而且走得這麼整齊 好窄 這四指數這麼整齊 極窄 是的 對 這些行法 之前有沒有見過 我覺得突然間有些 好奇 這些行法 低位的時間 是不是會這樣 因為現在的事本身也是 剛好有個反彈 看看之前的事情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這裡 其實有點像 2021年的時間 都好像曾經 好像有些這樣的 好像曾經出現過一些 類似的情況 2021年 不是 這幾天都是 是 24年2月 你拉大一點點幅度 都有幾天是這樣拉脚 24年2月 是的 2月23 但是高位這樣拉脚 好像現在這樣 它是彈了上來 然後這樣拉 22年 先15900 但上來16600 或者這裡 16800 這幾天 但是這裡沒有很 因為這幾天的時間 它是雜幅地走 這裡都有些波幅 你看到是一些大上亞大落的情況 所以如果這一塊要像的話 其實像這一塊 這一塊也是在升上去之後 雜幅上落的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最後 臨上去之前 就出現了一些陰燭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就看看這一排 這排很明顯 現在這四天的時間 就拉腳了 沒錯 假設突然出一些陰燭 大家要小心一點 要先補裂口 裂口 裂口 其實下面很多裂口 下面這個 兩個 看看怎麼走 不過如果你這樣算 暫時 可能那個叫做第一關 向下第一關 收復的情況 先去18,200這個位置 所以可能 之後是18,200 現在是18,200 看看這個位置 怎樣頂到 這樣 理想 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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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了珠海 然後去了理想 看一些車 我覺得去那些 四十多萬 是完全沒有競爭力 神經病 四十三萬多 當然 但是呢 都多人看車 多人看車正常 因為之前有些補貼 多人看車 真的 我覺得挺好 這樣上去巡視一下業務 隔離小鵬 小鵬的車是不行的 樣子是不厲害 你想我都OK 樣子是OK 但L6 L6和L7比 我喜歡L7更多 L7有更多 但你要去到四十多萬的話 你會買你的照嗎 不會 不會 但你也抄得很足 對 不會 不要買 對的 這就是等它下去的時間 才再想 一失去就18000 500 500 不是 Kevin 其實如果市場 現在這樣計算的話 18000 你再下去18000 你再下去的話 就看著檢林天線 其實現在反而 一轉 市場是容易觸摸的 反而你上了一轉的時間 市場衝上去 你未必敢去追貨 但是這一轉 你變了一些位置 就是你當參考位置的話 變了容易看些 就是去不到那些位置的時間 你不可能不加 就算加煮也好 或者你穿過的話 就不斷吃 現在變了 你問我的話 其實市場是 反而現在 可能是容易玩了 就是你不破位的時間 有貨 拿了 你要追貨的話 回到那些位置的時候 又再再加煮 但總之跌穿最後的防守線 因為7,700的時間 就走貨 就是不簡單 所以大家看著這些位置就可以了 給阿迪的車漂亮嗎 一半 因為我不知為何他很奇怪 在香港開了一些店舖 地點 他在我女兒幼稚園附近 開了一間 但那裡沒有人走 我不知為何他在那裡開了一間 那些人特意去 很奇怪 是呀 完全不曉 哦 我看過外形 我都不懂的 我都不知哪些車 哪些車 平時有沒有用 Kelvin 你記得一件事 其實所有的分析工具 都不可以是沒有用的 因為如果沒有用的話 一旦被淘汰了 但是那個用途 或者用處在哪一處 就每個人都不同的 如果你本身 剛才你說的五天線 我猜你有機會用開 那你用開的時間 你覺得OK 就記住用這個五天線 但是五天線 記住一件事 越短的 那些 即是那種MA 越短的話 那些時間 就真的要越短線 嗯 越長的那些 就變成啟視性更加最大 但是你說五天線的話 其實時間 如果你解釋好像那些 雙痛那些股 坐到那麼瘋 那些五天線 其實都 都沒有異議 因為中天都發到瘋 對不對 所以 通常人家會用最長的線 去做一些參考指標 嗯 Eric我看到了 1810的兩款接機 第三櫃登場 那一定是靠這些消息炒的 是啊 但是炒高那麼多 但是炒完平台之後 不是說 之前有消息說 好像內地手機 它的平台都是高的 是啊 但是小米 我一向都說不買 不知道大陸人 多不多用小米 它是代地嗎 嗯 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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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星 真的不懂分析 正常就是不懂分析 但是很多都不正常 看兩元吧 可以嗎 雖然我沒有貨 我都不會管它 它兩元也好 三元也好 炒完就一地雞毛 我只知道分行很多人炒即日 他們賺幾個水 賺一千元很開心 然後摸到 那不錯啊 你會知道自己是醜 這個即日的好東西 是啊 很明顯他們知道 怎樣玩法 嗯 嗯嗯嗯嗯嗯 我覺得可以的 是的 20號 我市都可以 要放棄分好 之前的邏輯 沒錯 所以我都希望它繼續上到兩元 是啊 那我市至少上到萬九 那都可以 再減掉 不過市現在真的很隱瞞 1896 真差 哎 哎 猜得好 真的猜得好 嗯 我沒有啊 沒有猜 順炒 順炒 Apple的東西都貴了很多 所有東西 香港所有東西都貴了很多 但這次它那些產品又不算加得厲害 我覺得它這次反而是 嗯 就算不算加得厲害 嗯 嗯 好了 晚一點再聊 看看市場晚一點有沒有突破 好 這次跟大家聊到這裏 Stanley有沒有自由純純提好粉 有和加熱心沒有的了 好 謝謝Stanley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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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